娱乐地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地眼 近日呢 关于郑爽的开年大瓜 一直持续性的发酵 也因为这次郑爽的代孕事件呢 引发全网空前绝后的讨论 如今呢 眼看着小花郑爽的确实要凉凉了 关于奢侈品牌Prada呢 也官宣了和郑爽终止合作的消息 有专业人士呢 曝光郑爽呢 可能面临三千万的违约金 基本上所有之前代言的明表观博内 也删除了郑爽的所有内容 合作拍摄过的多个杂志观博呢 也纷纷删除了郑爽相关的封面内容 之前呢 晒出的上亿新豪宅 之前根据豪宅的清晰贝巴 价格呢 非常高昂 可高达1.5亿 目前呢 因为现在的状况 不仅要面临各种违约金 也接不到工作 有知情人呢 透露这套价格昂贵的大豪宅房贷呢 还没有还完 大概呢 每月还有近60万的房贷 由此来看呢 郑爽现在面临的问题 除了要继续打两边的官司 还要饱受争议资源 全调 变成劣迹人 郑爽前男友呢 张恒在微博上发文 引起了吃瓜群众的热议 他的发文呢 除了审清过去一年屡次因为诈骗 借高利贷 逃避债款 携款潜逃至美国等一系列的言论谣言 还爆出了惊人的消息 人质留在美国是为了照顾两个孩子 随后呢 网络上就出现了 以张恒和郑爽名字为英文名的 美国人口记录证明 除此之外呢 有网友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查询到 郑爽呢 和张恒的纠纷案将在2021年3月22号开庭 郑爽呢 作为网络上最受欢迎的女明星四小花旦之一 不仅呢 在美国隐婚代孕 还欠养自己的孩子 真是给粉丝做出了最为反道的官的势力 众所周知呢 郑爽呢 作为演员的成名做事 一起来看刘新宇 随后出演的几部电视剧呢 更是都反响还不错 甚至呢 在2014年 还因为出演古剑奇谈 获得了华顶奖 并认证为全国观众最喜欢的影视演员 郑爽的粉丝呢 一直都很宠爱他 不管郑爽的行为有多任性 讲话多容易得罪人 他的粉丝都支持 认可他 郑爽的自家的粉丝 一直都认为 他的行为是性格坦诚 真性情的表现 即使呢 欺养行为如此的恶劣 依然呢 有粉丝认为郑爽的做的是对的 而如今呢 郑爽的真性情呢 已经到达了触碰法律底线的地步 先不论呢 代孕在大部分的国家都是不合法的 欺养小孩是绝对犯法的 郑爽的作为公众人物 如此不负责任的做法 无疑给社会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 为什么张恒呢 要在小孩子长到一岁的时候 才在中国媒体上曝光 代孕这件事 据媒体爆料呢 1月19号呢 是郑爽张恒民间借贷 纠纷案 二审正式开庭 案件呢 涉及资金2000万元左右 一审呢 与张恒败诉告终 而二审前一天呢 张恒的朋友呢 便在网络上发布了 郑爽隐婚生子的消息 不可否认这个消息呢 对郑爽确实呢 是打击性很大 看起来呢 发布这个消息应该是 想借此呢 影响原告郑爽 在案件审理中的发挥 这个案件具体情况如何 还是呢 要等裁判输下来 才能下结论 翻看郑爽过去的感情经历 他的每段感情呢 似乎都没有很好的结局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 会为自己筑起一道墙 郑爽代孕欺养宝宝这件事 一方面呢 反映了代孕母亲 没有经历怀胎十月之苦 而和自己的宝宝却是情感联系 另一方面呢 也反映了郑爽 一家人对生命缺失 尊重和责任感 郑爽和张恒的分离呢 并不是两个无辜生命的错 在郑爽和张恒 签署代孕文件的时候 他们已经对这两个孩子 负有责任 养育孩子 从来都不是花钱买商品 买来呢 觉得不喜欢就可以退货 孩子呢 在美国出生一年 郑爽呢 没有去美国探望 依然呢 选择拍综艺 做直播赚钱 证明他对他自己的孩子呢 是没有任何感情 以及责任感的 他不想孩子回国的原因呢 其实是害怕两个孩子 会成为自己的软肋 影响自己以后 演艺事业的发展 这种呢 只为自己考虑的行为 与情与礼呢 都可以称得上 自私的冷酷 郑爽呢 认为他购买的生命 都要按照自己的要求 来做出改变 就如同郑爽 养狗的态度一样 在综艺 《样生活好看》中呢 郑爽在给自己养的 彩犬呢 清洗牙齿的同时 询问对方呢 可不可以给自己的 彩犬磨牙 郑爽呢 给出的解释 不是因为他害怕 狗狗呢 会咬到人 而且呢 自己的妈妈 嫌弃自己的狗狗 太松了 所以呢 想打磨彩犬 赖以生存的牙齿 从郑爽对宠物 和带孕孩子的看法上 可以看出呢 郑爽的决策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如同他未通知张翰 就单方面和张翰分手 未通知张衡呢 就独自留下 考虑双方关系的心见 一言而一言的 推出节目 除此之外呢 就在前段时间呢 郑爽的直播现场 本身呢 是郑爽和两个主播 好好的直播 到后来呢 直播间变成了 郑爽情绪不好 别人的推销方式 不是郑爽想要的 郑爽想要推荐 给大家真正的好物品 就算不赚品牌方的钱 也可以 只要他不喜欢 他接受不了的事物 不管社会道德 职业责任意 或者是生养伦理 他都可以通通拒绝 从他的三段感情 代孕生子又弃羊 郑爽直播间 翻车等 和郑爽搭上的事情 他都认为呢 所有的错都在于别人 他心里呢 筑起了一道高墙 把自己保护在里面 没有人可以走得进去 他自己也不想出来 郑爽呢 无论是在爱情 还是工作上 他都会习惯性地推卸责任 他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担当 他不想用自己的身体生孩子 怕怀孕呢 怕怀孕呢 导致身体走形 从而呢 失去粉丝对自己的喜爱 但是没有责任感的他 却随意地决定了 代孕两条无辜的生命 他的决定呢 都是以自我喜好为中心的 所以他和张恒如今 才会闹到这般很难收场的境况 没有原则的背后 源于家人无底线的重用张恒朋友 爆出的录音 证实了郑爽代孕弃养的决定 而他的家人都是知道以及支持的 他的母亲呢 作为孩子的亲外婆 甚至一生都不想再见到自己的外孙 而他的父亲呢 在弃养问题上呢 甚至给出了一个样全网 震惊的理由 两个小孩我们养不起 据闻呢 郑爽新买的豪宅就值1.5亿 上亿元的豪宅竟然呢 养不起两个孩子 真是恋功奋 郑爽呢 没有底线的任意妄为 说到底呢 还是因为有他父母在背后的支持 为人父母最大的责任呢 莫过于教导孩子如何判断是非对错 而不是纵容孩子一起犯错 郑爽家庭对待孩子人权的漠视 折射着他们一家人对生命的不尊重 维吉尼亚曾说过 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 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这种联系呢 有可能影响他一生 郑爽的父母呢 在郑爽想起养孩子的时候 没有嫁以阻拦 还在旁边的跟风附和 暴露了他们一家人自私的价值观 在郑爽的父母的眼中呢 郑爽呢 是家里的顶梁柱 是家里的印钞机 他们为了帮助自己的女儿 塑造完美女心的形象 不惜以牺牲自己外孙的一生为代价 郑爽的父母呢 其实非常的享受女儿身处娱乐圈 带来的一切名利 不仅是物质上的 还有精神上的虚荣 所以呢 无论郑爽发生什么事呢 他们都不希望女儿远离这个名利场 三 过于任性 是对身边的人的考验 没有人会一直宠我们 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学会的 最惨烈的教训 回看综艺 女儿们的恋爱 郑爽呢 和张恒呢 主要分歧的问题来自郑爽对工作一家独大的态度 他认为呢 他在做自己的服装品牌 所有人呢 都应该按照他的想法来做事 导致呢 郑爽呢 张恒两人在工作中总有分歧 虽然呢 郑爽在做自己的服装品牌 但是呢 他总毫无理由的推翻之前的工作 这种每天都重新开始的行为 对于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来说呢 等于是一直在做没有用处的事 当然呢 张恒在这件事上呢 也有处理不对的地方 张恒呢 选择冷暴力来回应郑爽 这本身呢 只会让该有的问题没有解决 在郑爽呢 不稳定的情绪下 问题呢 都被无限放大化 郑爽呢 任性的本质是不会退让 在得知自己男朋友的不满态度 虽然他嘴上呢 会让步暂时呢 缓和两个人的关系 但在实际工作中呢 他想怎么样就要怎么样 无视张恒的想法 在感情上呢 只想着让对方退让 以自己为前提 对于任何关系都是没有益处的 无论郑爽的感情问题如何 两场的官司如何收场 郑爽面临最首要的问题 就是要学会负责 重视生命 对生命负责 人越是害怕负责呢 越是不可逃避的 要为自己所有的任性和挥霍买单 好了 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